好来看到复理箱公所在任养路灯活动一开跑 复理箱农会总干事马上就跟企业界的朋友合作 共同任养六百展 并表示复理箱共有路灯2700展 有明亮并且安全的道路环境相当重要 共同为复理箱的美好环境尽一份心理 复理箱农会为了响应复理箱公所 路灯任养活动开跑 复理箱农会总干事张素华 立即与企业界的朋友合作共同任养了六百展灯 并表示复理箱总共有路灯2700展 有明亮并且安全的道路环境是相当重要 共同来为复理箱的美好环境尽一份心理 是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哈雷集团 还有泰国集团 还有灰奇镇 还有通力工程 以及我们的这个 我们台南的西瓜档的这些好朋友 他们能够靠着领域 然后来响应这个活动 张素华说 大家各任养一百展路灯 共计六百展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响应这个活动 也让这个另类光明灯 照亮偏向复理各个角落 有很多的断桥 还有很多的道路都还没有修复 所以我们的 是一个球场地上的地方 乡镇的机会非常的接近 所以能够把这个路灯的钱省下来 可以去照桥铺路 可以去整修很多的 更多急剑 迫切需要的这些地方建策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再跟这些 这些董事长再讲好朋友 陆丹阳养计划的意义 远不止于提供照明 更象征了驱走黑暗 让代表希望的光明 照亮整个复理的未来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